所以这个善悟的标准不是用我们平常一般观念来衡量的 这个是要观察它累一世的音乐 借名善言 阿弥陀佛是万德鸿鸣 移民朝得庆无不敬 前面说过 往生是建立在三种不思议的基础上 第一个是 我们自己心心不可思议 能念之心 真心 这个不是妄心 真心 真诚恳切恭敬之心 能念的心不可思议 俗念这个佛号 明好功德不可思议 这个地方说了 阿弥陀佛是万德鸿鸣 这名好功德不可思议 一名道德 庆无不敬 把阿弥陀佛的功德 把阿弥陀佛的功德 变成自己的功德 你也问 为什么能变 前面说过 阿弥陀佛是自信的弥陀 西方世界是唯一心净土 那怎么不能变 那怎么不能变呢 当然可以把佛功德 变成自己功德 因为我们自己的心性 跟佛的心性是一不二 如果是二 那就没法子了 是一 这就离上讲得通了 四上你要想到怎样才能变 其实这些原理佛在经里面讲的太多太多了 只是我们的心太粗了 所谓 一切法 从心相生 问题呢 你的心要专想 专想弥陀 才能把弥陀 变成了自己 自己跟阿弥陀佛气氛交接 这是真正的感应道教 故建议持支持名号为正行 这段话非常重要 那修净土的怎样是正规的修行呢 就是支持名号 不必更是观想参就等些 八万四千话门 其他通通用不住 就是一句名号老老实实念到底就成功了 至简易 至简易 至是到了极处了 就是简单容易到了极处 直接文档也到了极处 没有比这个更简单 没有比这个更容易 没有比这个更直接的 这真真是一切法门里面 第一殊胜法门 这个我们要知道啊 许多人就是因为看到这个法门 太容易太简单了 太容易太简单了 不敢相信 你要问这什么缘故呢 那就是此地所讲的 他的善根未成熟啊 不敢相信啊 还要用其他法门 还要用其他法门 或是观想 或是参就 或是密咒 来帮助 那你晓得 这是越帮越乱啊 错了啊 大错特错啊 这个法门真的找到了 真的明了了 那确实所有一切金论统统放下 这是真确的 真正做到一门深处 不需要敌而不敬了 不需要第二个法门 这个心能定 心立刻就清净了 清净心它就相应 下面这几段呢 都非常重要 吻而心 心而怨 内啃之耻 这就是前面用了一个文字 这就是前面用了一个文字 后面又支持名号 可见的 他这个三四两啊 统统具足 不信不愿 不愿 也不闻等 等于 不闻了 你听了 不相信 没有真正的 怨心 口里面说 往生 心里面呢 对于这个世间 对于这个世间 放不下 世出世间法 有一样放不下 你的心不争 你的心不争 你的怨不清 念佛念得再多 我一大师前面说过 纵然念到 像铜墙铁鼻一样 风吹不透 余大不食 也不能往生 为什么呢 幸运上有了问题 必须 幸运行 三个条件 圆满 具足 缺一条 都不行 我们自己很不容易 觉察了 这三个条件 我们自己 具足了没有呢 真的不容易 觉察 你这个心里头 念念 都是阿弥陀佛 绝对不会 这个世出世法 有另外一法 掺杂在你心里面 你心里头掺杂一法 那叫架杂了 你的念就不清净了 静念相及 你的念就不清净了 念不清净 换句话说 就是心不清 就是心不真 心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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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 虽唯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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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不明文会 谢谢观看